连日来天寒地冻 金门却传出有大蟒蛇出没 当地民众17号下午就在撂罗云环 看到一条长逾两米的缅甸蟒过马路 网友看到的贴文不禁惊叹 金门的蛇是没有在冬眠吗 对啊 我们去 咖啡金门 17号下午转贴一则网友的短片 只见车来车往的撂罗云环 有一条色彩斑斓的缅甸蟒 扭动着圆滚滚的身躯 缓缓通过马路爬到了路中的安全岛 看起来刺激感十足 不少民众表示 天气这么冷还出来啪啪照 是不是不用冬眠啊 真的是太强了 昨天地方社团上面 有盛船有一只大型的缅甸蟒 在撂罗云环附近出没 造成地区民众的一个恐慌 其实缅甸蟒并不像一般冬眠的动物 冬天会只窝着 不会出来 在冬天的时候缅甸蟒只是行动比较缓慢 一样有机会在户外能够看得到它 缅甸蟒民众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恐慌 因为其实缅甸蟒它的攻击性蛮低的 尤其是金门的低温 冬天的时候都已经冻坏了 它几乎也不太会近视 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不需要过度的来恐慌 让它自行离开或者是通报 县府或相关单位就可以了 县府建设处表示 金门的缅甸蟒目击记录 以春秋两季为主 夏天蟒蛇在夜间活动 因此不易观察 而在冬天则比较少活动 入冬之后气温下降 偶有发现仍属正常现象 研判是蛇枝出洞觅食 为漫长的冬眠做准备